大家好 歡迎收看三分鐘市評 我是經濟日報的李國慶 港股今天再創收市新高 走勢都是理想的 我今天跟大家講的題目是 兩條大水喉 未講這個題目之前 請大家看看恆新指數表現 全日恆新指數升了132點 收報32254 成交雖然少了一些 但也會約有1625億 港股年升六週 總共升了3615點 大家看看恆新指數表現 一直這樣升上來 短線模擬是超買的 所以隨時每天都有一些震盪 但中線走勢仍然好 後市除非跌穿10天線31512 否則短線都仍是可以持有的 跌穿民跌不民升策略 可以考慮減持短線 中線民跌不民升的位置 就在30,200點 如果你持有中線持倉 跌穿這個位置就考慮減持 長線仍然擺在28,100點 港股向好就最主要因為有兩條大水喉卸著 第一條跟外圍一樣 就是有美國這條大水喉卸著 美國的水源怎麼來呢 就是在美國債市那裡的錢 美債都流出來 流向全世界 現在你看到美國10年期債息 就升到上去2.637里 美債息升破了2.6里 就代表美債價格下跌 即是錢沽顧美債 流走了 固然有部分流入美國的其他的資產 例如美股那裡 但有部分都是流走了 為什麼可以這樣知道呢 就看美匯指數就知道了 你看到美匯指數 最近都是向下跌穿91 這個位 91就是去年9月的低位 現在跌穿了之後都不能上去 即是錢還是流走出來 事實上 今天人民幣對美元 曾經升破6.4的心理關口 即是看到錢一直流 人民幣那些都受惠 新興市場都受惠 這樣的情況下 所以很多股市其實都做得好 今天好像台灣股市一樣 其實都是升0.7% 去到11,150點 是六年升 創了近28年的高位 所以其實港股 你說今天創收市歷史新高 其實都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 好 留了出來 第二條水喉是什麼呢 第二條水喉是來自內地的 其實昨天都跟大家說 人民銀行一直都在放水 它有春節版降準 又有普惠金融降準 這個星期都是做了很多次逆回購 昨天逆回購操作 淨頭放900億元人民幣 今天再淨頭放800億元人民幣 其實全州淨頭放 去到598億元人民幣 其實是一個比較大的數字 所以刺激內地股市也好 大家看看 這個上證指數 今天再升0.4% 去到3487 除非它跌穿3450或10千線 否則這個指數都是一步步向好 今天最高見過3498 估計有機會上衝3500點心理關口 由於內地做得好 內地放水 所以今天港股方面 國企指數是跑贏行止 事實上最近也是跑贏行止 今天你看到國企指數升0.65% 贏了行止的升幅 行止是0.4% 看看國企指數是0.65%的升幅 今天最高的時候是挑戰 未升穿13200點 最高見13187點 但這個走勢也是有機會上破的 短期後市除非跌穿12600 即是大概10點線 否則短線繼續持有 中線除非跌穿12000 否則都可以繼續持有 剛才說到人民幣資產 人民幣上升 水流入新興市場 中資股受惠 昨天說到金融股受惠 其實今天的金融股仍然做好 像建行一樣升到8.400元 再升0.7% 農行再升1.1% 收4.5% 除了金融股之外 今天去到內房股 內房股急起直追 因為內房股都是人民幣資產 而恆子成份股內 以華潤智地升幅最大 升7.4% 收報28.3 你見到期刑突破 這些走勢很漂亮 有機會再進一步上升 升穿30元 這些都應該是可以期待的 中國海外 今天也是一個期刑突破 最高的時候突破過30元 這些有機會可能上望32以上 恆子成份股內 碧桂園 今天都升3.1% 各子成份股內 萬科升2.9% 紅酒指數成份股內 金融股升4.7% 不過那些小的內房股升幅更大 今天以新城發展 升幅了接近17% 是內房股之冠 此其形突破 走勢良好 另外還有 好像龍光地產3380 都升至13% 中國澳元3883 就升12.9% 這些走勢都是向好 好了 總結而言 在兩條大水喉支撐之下 港股雖然短期超賣 但是中期走勢仍然良好 大家仍然可以繼續看高一線 好了 今天分析是這麼多 多謝大家收看